诶 要不这样吧 你把你的手 放到我的肩膀上 试试看能不能迈开腿 没关系 你给点力 我撑得住了 剑叔 子夫 真的是你 谢天谢地 金叔 你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是 老天听到我对你的召唤了 什么老天的召唤呀 你还好好短 是啊 我好好的 一根毫毛都没伤 那你瞎折腾什么 你知不知道 所有人都在找你 所有人都被你 你气死了 小心手疼 韩光哥 韩光 韩光哥收到飞鸽传书 说你遇险 我又收到韩光哥的来信 说你在这里 让我来救你 韩光怎么会 对呀 韩光哥怎么会 让我来救你 韩光一定会 一定会让我离危险远远的 就算他真的涉险 也不会让我来直身犯险啊 对啊 可是 我也不会让你直身犯险啊 我上当了 我中计了 我这个臭脑袋 韩光哥现在生死不明 还有略影 略影他身负重伤 我怎么能把他一个人丢下呢 这 谁 你说谁啊 子夫 你答应我 你先乖乖回宫 回去了我再跟你慢慢解释 锦书 你到底要去哪儿 子夫 你答应我 一定要平安回去 不能再出任何状况了 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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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准备回宫的 可是我的腿 杀楚子夫 提头来见 认识楚子夫吗 听说过吗 没关系 我送你去 韩光哥 韩光哥没有来过 也就是说 韩光哥接到的飞鸽传书是假的 而且 如果是韩光哥都对付不了的对手 又怎么会叫我赶来 锦书啊锦书 你一定是中计了 对方支开你 略影只怕已遭毒手 她身边好像还有一个女子 她是谁 我怎么连问都没问一声 糟了 这算什么呀 是久别重逢吗 她是你的心上人吗 你爱她吗 为什么她打你的时候 你还担心她会不会手疼啊 十几年来 她从来就没有这样过 她任性也好 爱发脾气也罢 可她从来没有把我丢下过 她在担心的那个人 究竟是谁啊 你现在这个样子 是在为她着急吗 我能不能麻烦你安安静静的 你可以自己思考你的问题去了 我现在就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 她到底是不是你的心上人啊 でき不在担心的 你看我们我们 GOD но应该dalene así maroqu哪 哪 我要去阻堂 我需要你 弊大是 我了 要是吧 这 Dobrik 你这好 还没有 反对 但是下官心里总觉得不妥 太子殿下抱恙 也不亲自演练一番 事关国体这个 太子殿下每年都要主计 早已清澈数路 取消演练是我的主意 还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回国师的话 都已经准备妥贴了 禀国师 赵大人求见 请他进来 是 辛苦二位了 明日还要忙碌 都回去休息吧 再下点 国师 什么事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祭天大典 国师一定正焦急地寻找太子 太子殿下 还没有找到 四海瞩目的祭天大典 如果没有主计 必定会举国上下人心惶惶 请国师示下 如果太子明天不能主计 该当如何 可 可貌似近言 祭天大典绝不可费 为天下苍生记 恳请国师主持祭天大典 你可知祭天二字是皇权的象征 劝我主持祭天 便是劝我改朝换代 篡国自立 赵阔 你这是何用意 十五年来 国师虽无帝王之名 燃有帝王之识 改朝换代 不过换个名称而已 太子成年之前 由封某代理朝政 从今天开始 封某就是天楚的国势 你篡国逆行 我施怀信低个不服你 封某只是国势 替太子设政 天楚国号未改 谈何篡国 你自封国势 我就是死 你绝不死 祈禀国师 施怀帝你上帝 施怀帝 还有谁 我等参见国师 愿为国师 马首施战 施怀帝 全部退至院外守候 是 是 师父大人膝下敬起 宝镜已破 子女上岸 为死事伤重 归途重 百败 大人 您早就知道 是谁要害警叔的 对吗 来 来 你是我豢养多年的死事 是我用心大摩的利剑 今晚出鞘 取王首级 杀其死期 偿我所愿 他在扔上 他在扔上 对 他在扔上 你 也在扔上 他在扔上 他在扔上 后 不行 我必须得回去 我要想个办法才行 你的腿能动了 还是不行 你手能动了 真的 好了 那很快 你的脚也好了 说不定还可以跑呢 是他 我知道你是来杀我的 你一定知道我是谁 你可以杀我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伤其无辜 都这个时候了 他还能想到保全我 来吧 我不会求饶 也不会逃跑 他受人暗算 你在这个时候杀他 他腿动不了 你会受江湖人耻笑的 然后 выход 或许 gym 这是我 这是哪有 这 我 快跑 哥哥救救我 我們來玩終於藏 我不讓你出來你別出來啊 女后 啊 放開我放開我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你是誰 放我下來 放我下來母后 母后 你放開我 放開我 你放開我放開我 母后 母后 你放開我 快放我下來 放我下來 母后 母后 姐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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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一点皮外伤而已 多谢这位姑娘救命之恩 刚刚是她用暗器打中了刺客 救了我们 是她救了我们 你疼吗 我没事 你没事吧 我的腿刚才被点穴了 现在好了 此地不宜久留 你们快走吧 锦叔 我们 那你怎么办 子夫 你有手有脚 能走能动 我得去管那个动不了的可怜之人 带他回去 天可怜间 但愿我们能平安再会 不是 我走了 锦叔 锦叔 知道完不成我交给你的任务 会有怎样的后果 你是我精心打造的绝世兵任 我养了你这么多年 就为了今天 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杀掉天楚的太子 未来的国君 而你居然失守了 我混合了血缘狼 嗜血服 金环蛇的血 才练就了那一滴血 只为了今天 你居然失守 就为了那个女人 果然是情主 你是男人 他是女人 努力保护主人 哪有男人保护女人尽心 好 从今天开始 我要你把他当作自己的女人 去保护他 做得到吗 只要你静静等待时机 杀掉楚子夫 就可以一直留在靖叔的身边 杀了他 我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而你也就会自由 一言为定 永不反悔 这黑灯瞎火的 要是有略用那双夜视眼多好啊 自己人的鸽子 啊 自己人的鸽子 驾 驾 这小鸽子 带我来住神庙干嘛呀 啊 现在烧香拜佛能管用吗 管用 下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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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萨 博萨 对不起啊 多有得罪 多有得罪啊 宽叔 谁啊 谁啊 宽叔 韩光 宽叔 你怎么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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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宽叔 我还是站不起来 你快去客栈找静叔 那你怎么办啊 你不用管我 你快去 那你好好在这儿待着 我去去就回 嗯 韩光 韩光 你真是蠢到家了 以那个面具人的功夫 写下信歌还不是易辱凡场 不要 foundations ικ叔 你可千万 burnout 准叔来过 人呢 略营也不在 都去哪儿了 opened 是 傅琪大人 时候不早了 您还没休息啊 明天就是几天大典 太子还不知道在哪里 国师究竟怎么想 我也一无所知 明天真是不知道 天楚将走向哪里 傅琪大人 您确定太子殿下 是私自出宫了吗 五亥 我知道 你是在担心太子的安危 即使在私下里 发这种牢骚 也是既不对 又无意的 明白吗 五亥明白 五亥只敢跟父亲探讨 十五年前 这样的度日如年 我经历过一次 您是说十五年前 这一天 皇宫的气氛跟平常不一样 特别紧张 请大人交出惯例腰牌 腰牌在出宫之时就已销毁 没有惯例腰牌 是禁止入宫的 我奉皇上的旨意 回宫复命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 刚刚接到上面命令 停止一切临时入宫的放行 除非大人是按照惯例 每天入宫的才可以进去 大人有惯例腰牌吗 上风以什么理由 加强守卫机灵 这位尚书兰和下官 都是京廷讲习所的教师 确实是每天按照惯例 轮值入宫的 惯例腰牌既已交出 需要重新申请 让开 我叫你们让开 接下来发生的事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干死啊 在那之前 风如阁只是一个 入宫要接受盘查的 普通官员 从那之后 整个天主 都该姓风了 赵大人 里边请 我没想到 自己居然能参与 这么高级别的会议 参与宴齐的 除了三位宰相 就是他们的门声鼓励 亲信感强 赵大人不必多礼 昨夜 是你在宫中轮值 是 皇上可有召见 没有 现在得到的消息是说 讲 说 皇上失踪 皇后轰了 两位皇子 都现在只找到一位 那时 我才知道 有一位武功高深莫测的刺客 进入皇宫行刺 我能破例 参加书密院会议 是因为在皇上遇害的 那个夜晚 我恰好在宫内轮值 太 太子蒙难 如果无法证实皇上 已经不在人世 未来的国家 就要交给一个躲在壁橱内 吓坏了的小娃娃 后来 出现了三股不同的势力 这件事情 隐瞒是隐瞒不下去了 只是包不住活的 纵观朝廷上下 也只有我们这三位相国 有这个能力 陪向老奸巨华 担心天下悠悠之口 如果当时没有风如歌 只手夺权 天初恐怕就像当年三家分禁一样了 义无害看 国师早有帝王之识 却未曾有什么不臣之心 何为不臣之心 霸出太子殿下 即为不臣之心 以国师的势力 如果要非太子 可谓防不胜防 可天初国年年都有祭天大殿 都由太子殿下亲自主祭 天初一直姓楚 父亲难道不是这么认为的吗 这么多年了 为父一直琢磨不透这个人 如果太子被废 你会怎么做 乱臣贼子 不共带天 不共带天 无害先行告退 去吧 这么劳心费力的 还要多久啊 爹 是 如是 杀了我 你会后悔的 啊 你 怎么会 略营 你怎么了 这是怎么弄的 啊 义父 我必须去找义父救你 等我 我现在就去背车 我 能将不传之秘的画皮术交给她 还将她藏在洪耀局 这个丫头 对你竟然如此重要 风如歌呀 风如歌 到底还是让我找到了你的软肋 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敬书和略营 只有一辆马车 应该走不远 我再去找 就算翻灭京城周边 也一定要找到静叔 不用了 今天的祭天大殿 怕不是那么太平 你马上把京瑞营的兵马 全部调回来 遵命 师父 韩光无脑 静叔和初子夫 我一个都没找到 总觉得自己独步天下了 你还差得远 认得静叔的人不多 我去 可是 一个有家难归 一个躲着不见 就这么几天 竟然接连出了这么多事 静叔若有闪失 也早就发生了 都不找了 该来的 一定会来 可怜的静叔 师父 我发誓 不管是谁 如果伤害了静叔 天涯海角 倾国之力 我也要将它随时万段 不认识 不认识 启离国师 城外发现南郡 宋清武士的尸体 南郡公主呢 公主也失踪了 又是这个南郡国 一直以为 只要见到你 就可以重新被关心 被珍重 只要你在我身边 全世界都不把我这个太子 放在眼里 又如何 可是 连你都弃我运不顾 他是谁 在你心里 比我还重要 好 这是爹打药酒 我给你上点药吧 你干吗呀 这是外用的不能喝 毒死我正好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在乎的那个女人 她心里要有别人了 你可以去争取抢啊 哀声叹气 寻死觅活 你丢不丢人 你别忘了自己姓什么 你说得对 是我一时糊涂 是 哈利姑娘 其实 和亲本来就是一个皇子 我真正的目的 是要刺杀你 这是折门掌门人的意思 那你为什么还要救我 因为 因为现在是风如歌执掌大权 杀了你 就等于是帮了他 你要对付他 南郡所有老老少少 每一个人都恨不得拾其肉 倾其皮 十五年前 天楚发兵南郡 我所有的族人 几乎都被杀过 就是他下令屠城的 就是他下令屠城的 可是我听说 是南郡王先下令 对天楚用毒的 胡说 是掌门要下毒的 不是我父王 其实南郡 早就被折门控制了 却连我这个公主 也不过是掌门人的一枚棋子 阿丽公主 那你可不能再回去了 我临行之前 掌门人请我品香 我知道要防备 但不知道怎样防备 他高深莫测 是防不住的 所以只要他愿意 千里之外 随时取我性命 易如反掌 是国师把他送到我身边 却又是国师把他送走 为什么我们大家的命运 都掌握在国师手里 你说得对 我不能再放弃了 我更不能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别人 不然 怎么配得起我的姓氏 那个女孩 她很柔弱 需要一个有力量的男人 来保护她 你有机会 做天杵最强大的男人 好 这个世上 原本只有我怕的人 和怕我的人 直到遇见你 我才知道自己不是烂名一条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就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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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去吧 去吧 父 朝夕之日 太傅之称已成笑谈了 在赵大人面前 只能成下官了 大人 时辰快到了 大人 几天大殿就要开始了 你们都先回去吧 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是 寒光留下 师父 太傅 祭天大殿在即 太傅登门 想必有所见交 你我同殿 为臣几十年 素来没有私交 我心里明白 赵大人心怀日月 是个真君子啊 太傅 有话直说 我可是许久没见过太子了 宰相大人可曾见过 何来许久之说 我是他的老师嘛 我也是 他这么长时间躲起来 不见人 什么意思 是在耍小孩子脾气 还是 赵大人 这祭天大殿 可非同儿戏啊 太傅 有什么担心的吗 我是怕他 冲撞了国师 国师日理万机 不义不义啊 太傅多虑了 太子 已经是要成年的人了 耍小孩子脾气 不会的 便是到了成年 那更是让人担心哪 听说 祭天大殿之后 礼部便要着手准备 太子成人的官礼 太傅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冠礼之后 礼部在做什么 难道是归正的登基大殿 一场登基大殿 是免不了的 但国师肯不肯归正 登基的是谁 天都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太傅 你我识天主俸禄 当尽心公务 其他的事 大殿举行以后 一切自检分晓 十五年前 太子还是个孩子 天下无主 才能让国师执掌朝政 十五年来 支手遮天 如今太子已接成年 归正于否 今日祭天大殿 应该就见分晓 南郡国虎视眈眈 白帝国剑拔弩杖 今日之祭天大殿 绝不可费 何去何从 我义已决 无论祸福其凶 丰如歌 倒行逆施 篡权谋国 早已人神共分 赵阔你这个老狐狸 却还在替他遮掩 难怪世人皆 以你为天字 第一号的风荡